我就如果要全部都抓下来的话 那我就把那个网页上面的这一块 里面转成那个一个串列 前后抓双引号 反正你就自己再做 应该很简单 把它放在这上面 接下来的话 后面我就把 刚刚写的这一堆 外面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那个 for earn in stock 就是说 加一个串 加一个那个什么 加一个那个串列 然后并且把这一段程式 把它怎么样 把它按一个tap键就好 让它换到下一阶 那本来这边 它是水泥的 那我就把它改成什么 等于有没有 后面c等于后面就串接一个 那其实本来应该就把n放过来就好了 有没有 其实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放一个n 不过特别注意 串一个n之后的话 会有个问题 因为 它这个网址要放在uil上面 必须要重新编码 如果你没有重新编码 直接丢的话 好像会有 错误 所以呢 后来我就找了一个方式 在那个 一个那个 这个这个 url 这个libr 这个 这个 套件里面 我们基本上呢 有 一个功能 它可以帮我转码 所以把那个名称转换 所以我这边有把它放在云 云端上面 最下面 你们找一下 那就利用那个url lab 它里面有一个pass这个方法 后面有个那个叫code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就是把这个名称给它 并且以coding等于CP950 因为这个网页是CP950的格式 所以编码方式可能还是要跟它那个是一样 或者的话会出现错误 那我就让它跑 那跑的话你会发现然后它就 等于应该知道意思吧 就是丢一个那个 类鼓名称 然后就帮我下载 存档 下载存档 下载存档 哇 感觉好像一个工厂 有没有 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如果你一个大量的 你跑起来会有很多成就感 哇 然后呢 最好就是自动就显示出来 我们来看按K 然后你会发现 它就一直 有没有 print了 感觉就是资料有在动 那动了之后呢 东西也顺便帮我存档 存成CSV 也存在根目 那你另外可以建一个 这个资料夹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我们大概知道一个流程 剩下的你就再把它 做得更好 自己再把它run出结果来 那你会发现这边 就会有我们多出很多个 那个CSV档 包含就是什么化学 水泥 我还一堆一堆 不过把它分散 最好是建一个资料夹给它 然后比如说我开启其中一个 食品好了 我最后好像这一行没有把它work 这边最后没有把它写出去 因为好像还是有一个小bug 就是说它好像有这个一个地方的名称 好像会卡住 我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这边跑一下 好像会卡在其中有一个名称上 可能你要再找一下 到底哪一个 这个可能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run完之后 理论上应该前面几个都有 那你可以check一下看哪一个有问题 比如说像食品 我刚刚开应该这个 打开 有了 有没有 就丢进来了 那只是说好像我印象中是有 其中有一个 那个名称是有 好像有充满的问题 还是怎么样 这可能它在检查 看一下那个 到底是卡在哪一个类鼓的名称上面 不然其实理论上 这样已经可以work了 剩下就是要把那个bug给找出来 至于那个bug怎么找 就是交给各位了